比较常用 主要它也能够轻热解毒 能轻热超湿 但是主要是外用 局部洗 治疗一些食热或者热毒 引起的皮肤病 那么这个药呢 大家注意 它是这种白显 这种云香坑的 多年说草本植物的根皮 它这个根皮呢 去掉了酸皮是白的 白是它的颜色 鲜是它的气味 好像这个根皮挖起来以后呢 它有一个那个阳山味 阳身上那种那个铁酥的气味 所以把它称为北鲜皮 所以这个鲜子呢 一般没有草字头 但是在现代的中医文献当中 很多人也是画写偏举 把它加上了人味的加上草字头 那么有失原意 这个鲜是指它的一个 铁酥的不良气味 这个清日草诗药呢 那么就这样这样的一些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